沒有白身合體 合體在哪裡 你們合體以後就放在搶牌下面就好啦 你擺在那邊 後來這一刻不要開玩笑 這一刻很重要 今天這一刻上門大概多幾分 大概多十分 要不要 來看一下 我們還是處理呢 現在在3-2的範圍 好 那我們首先要講的是摩擦力 摩擦力這個概念不是有學過 有 對不對 所以老師呢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來做一個舉例跟說明 那你看仔細的 來 什麼叫摩擦力 簡單來講呢 我們舉個例子就是說我的桌上 第一個請問 等一下為了版面的配置 我把它寫到這邊 A 第一個情況 我桌上擺一個物體 好 桌上就擺一個物體 然後就結束了 請問你 我桌上擺一個物體 什麼力量都沒有推它 它只是一個人 既自在那邊 就像是這個水平一樣 請問你 請問你它會受到任何的摩擦力嗎 不會 這樣沒有 我一邊就弄它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的 摩擦力的 摩擦力的不好 我會用小雪的那個 小雪的那個 不然就在那裡 好不好 好那我們再往下 那如果是第二個情況 我這東西要擺在這邊 好 但是現在呢 我有一個力量 F 叫做五牛頓 來推它 但是你發現 你看了 請問你這個東西 移動了沒有 沒有 來 趕快 我看大家很多人還在 收寶券什麼 你趕快收起來 先上課 先上課 好不好 它有沒有動 沒有動 所以有沒有摩擦力 有 有 有還是沒有 有 先不要學的回答有 你要先說 老師 它直動 不動代表有件 一個事情 叫做什麼事情 合力等於 對不對 它位置都一樣 所以不動 不動再發展 對 合力等於 好那合力等於 我們就確定 我現在有一個項目 我一定要有一個項目 我們必然來跟他提交 對不對 我問你才會等於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發現 此時有沒有摩擦力 有 但摩擦力 我知道它應該要向 右排向左 此時應該要向左 對不對 而且你要畫在哪裡 你要畫在呢 摩擦力要畫在 物體跟接觸面交匯的那一條線 所以我們會把摩擦力畫在這裡 而且老師的習慣呢 在畫摩擦力的時候的這條線 我不會畫直線 我會畫這樣 就是彎彎的 來表示說 這是一個摩擦力 才比較不會看錯 好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也是摩擦力 好 確定 那摩擦力的大小會是多少 那魚絲而入 大小會是多少 有的 可以嗎 好記得再往下 C 我現在一樣這個問題 等一下 這個線畫畫歪了 不高興 恐怕 好 好 這個時候的力量 變成石牛頓 然後我發生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我發現這個物體啊 開始怎麼了 蠢蠢欲動 所以旁邊 蠻蠻會這樣畫 有沒有 就是即將要被推動的 瞬間的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此時呢 此時呢 這個瞬間 物體會被推動 所以我說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推動瞬間 好 那归動瞬間啊 請問你 這個時候有沒有摩擦力 有 有沒有摩擦力 有 有還是沒有 有喔 那摩擦力在哪裡 一樣在哪裡 一樣在哪裡 一樣在這裡 會有 那此時摩擦力的大小 會是多少 來 注意聽喔 這個接觸是瞬間 如果他主要是瞬間的話呢 我會認為他怎麼樣 我會認為他的合力才是兩個0 齁 所以呢 此時我們的摩擦力呢 會跟我們的推力一樣 會跟我們的推力一樣 跟推力一樣 可以嗎 好 好 那啟動瞬間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 我們再來看 第一 可以 推動 所以他會比較好叫 向右手 那我的力量呢 還是剛剛的石油論 還是剛剛的石油論 可以嗎 好 來 我剛剛這個 這個我應該畫 畫長一點好不好 因為他比較大 好 畫長一點 好 那現在 推動了 推動了 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 此時已經推動了 那此時還有沒有摩擦力 有 還有摩擦力 因為你的這個界面 只要不是光滑的 就一定還是有摩擦力 是不是 好 那摩擦力在哪裡 還是在哪裡 可是我會發現這個摩擦力 畫起來比較短的喔 好 所以還是有摩擦力喔 那這個動作會是多少 小 小 會是多少 小 比十大還比十小 小 對 他會小 ok 所以呢 以上這四個體格就是一個物語 在 不受力 以及呢 受力在動 以及呢 受力啟動瞬間 以及呢 受力推動過程 的一個流程 喔 那我們知道呢 除了A狀況之外 齁 其他部分都有受到摩擦力 除此之外 我們知道他有摩擦力之外 還要知道 他受到的摩擦力是怎麼樣類型的摩擦力 齁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知道呢 摩擦力 九分做兩手 一種叫什麼 一種叫氣摩擦 一種叫 動摩擦 動摩擦 等一下我檢查一下我的麥克風 要給電子 我偶像 喂喂喂 喂 讓我換個 喂 好 好那我們可以繼續 胡言亂理 你看如果 如果有什麼 開始補習班的話 就要取名叫什麼 你知道嗎 胡說物語 胡言亂理 沒有 開玩笑的 學生沒有學生 對 這樣學大學學生 開玩笑 來趕快回來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呢 摩擦力分做兩種 一鏡跟一共 那我們要先來判斷一下 來 首先呢 我們先給他 好 我們進摩擦力也會把它寫成這樣 F 右下角給他 S 動摩擦力也會把它叫做F K 就FK而已 房間不要自己再加持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判斷一下 我們呢 除了第一個 沒有存在摩擦力之外 我們這邊有 一 二 三 三個摩擦力 誰進誰動 我們來判斷一下 來請問你 在B狀況這個摩擦力是進還是動 因為這個物體還是幹嘛 不動 所以它當然是一種什麼 進摩擦力 OK 好 那C的這個情況呢 這個摩擦力是進還是動 對 欸 這個啟動瞬間 應該有在動啊 可是在那個瞬間呢 我們基本上我們會認為呢 它還是進摩擦力 它還是進摩擦力 可以嗎 然後最下面這個呢 動起來了 這個摩擦力肯定是什麼 動 動摩擦 好 所以你這個流程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靜靜動 靜靜動 靜摩擦 什麼一下子 一下子 代表靜摩擦力 它是不是一個定值 不是 靜摩擦力它不會是一個定值 那它最小是多少 0 大概可以 最小的是0 那最大的呢 是 死 死 所以可見的這個摩擦力 靜摩擦力最小會是 然後呢 它會有一個極大詞 對不對 所以我會這樣子寫 靜摩擦力呢 它會 我會說 Fs 它必須要大 以及呢 小於等於 Fsmax 等一下 因為版面的關係 融合修正一下 讓我調整一下 我直接這樣子寫 用V字 我說Fs 它要幹嘛 大於等於 以及呢 小於等於 Fs 對不對 好 這是靜摩擦的部分 那 動摩擦呢 我只知道它小於10N 那我 如果我現在 這一個 F呢 變成20牛分的話 我的動摩擦會變多少 小於10N 小於10N 那不是廢話嗎 那動摩擦的大小會不會變 你看我用越大力量推嗎 我說到動摩擦就應該越大還越小 一樣 應該要怎樣 應該要怎樣 應該要一樣 動摩擦會是一個定值喔 好不好 動摩擦會是一個定值喔 好 那問題是這個定值 這個定值 要怎麼來表現 來來看這件事情 這一張講座 有沒有人推得動 我 好你推得動 那如果 老師 坐在上面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垮掉 有錄影的 你們顧一下形象好不好 什麼垮掉 這話難聽嗎 好 你再問一次 你再問一次 不要浪費時間喔 沒時間了 我坐在上面的話 會變這個講座會很好推 還是很難推 好 變態變推 這是變很難推 沒有講座怎麼推 那 就是水平這樣推啊 那變難推的意思是什麼 代表摩擦力變大還越小 變大 變大 所以我發現我的摩擦力 會跟什麼東西有關 正向力 會跟我的這個正向力有關 為什麼 因為我的這個重量越走的話 我地面給我的正向力 就相對應的越大 然後造成呢 我的摩擦力就怎麼樣 就越大 所以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會認為 我的摩擦力 會跟我們的正向力 乘正比 那數學告訴我們 乘正比的話 中間如果要寫一個等號 好了 我寫慢一點好了 我說我知道呢 我的摩擦力 跟我的正向力乘正比 寫成這樣叫做摩擦力 跟正向力乘正比 這個符號看到怎麼辦 那我說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等號的話 我必須要在N前面 補一個什麼東西 補一個係數吧 這是數學基本的理 可以嗎 所以這個係數呢 我們把它補進來 這個mu 我們把它補進來 我們會把它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摩擦係數 這叫摩擦係數 可以嗎 好 那問題是 請問你老師 欸 跟我現在是不是得到了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是專門來換什麼的 摩擦力的 對不對 所以我的基摩擦跟中摩擦 都有公司可以算的 很棒耶 對不對 沒錯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時候可以用這個公司 小心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個公司來算的時候 算出來的摩擦力會是一個肯定的數字 對不對 你算出來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這個摩擦力算出來的這個結果 不會任意改變 不會 所以呢 不會變得人 才有這個公司可以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誰 可以用公司 來請看 我剛剛不是說這個控摩擦是固定的詞了嗎 是不是 剛剛我們確定過這個概念了吧 所以控摩擦有沒有公司可以用 控摩擦是固定的詞 有沒有公司可以用 有嗎 這真的跳過關鍵圖 mu 但是為了跟金摩擦都區別呢 我們的動摩擦的係數 我們會把它叫做b5k 因為當你呢 是動摩擦的狀態的時候呢 你的摩擦係數會有一個特定的數字 ok 好 那 這一排誰可以用公司呢 誰會是一個固定的詞 是不是最大金摩擦會是一個固定的詞 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物體 在跟接觸面接觸之後呢 好 它所能夠承受的最大金摩擦呢 一定是一個固定的詞 我只要穿過這個詞 我就可以對動它了 對不對 所以 最大金摩擦 它是有公式的 它會等於什麼呢 mu s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這個地方自己相錄一下 only fsmax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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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睛张大大的,嘴巴也开开的 这样开一看就会,才有鬼好不好 写下来,注记一下,仔细写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摩擦力的过程 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的这个最大器摩擦 一定是怎么样 在我对同一个物体而言 对一个同一个物体和同一个接触片而言 我的最大器摩擦一定是我所有的摩擦力 可以变最大还是最小的 最大,这个一定是最大的 它不只是最大器摩擦 它还是整个物体中的最大摩擦力 所以我的动摩擦比起来也要比较怎么样 也要比较大比较小 对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组 可以吗? 这个要知道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关系组 什么样的关系组呢? 在讲义的三十页中间的那个,好不好 这个组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我应该不用重画了吧 我们节省一点时间可以吗? 好不好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三十页 第四点这个图打星号 打星号 这个图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的借摩擦力呢 会从0到最大 然后突破最大借摩擦之后呢 动摩擦会瞬间变小一点 然后维持地质 这个图呢 我都都教过了 我不要浪费时间 就不写了 OK 所以摩擦力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应该还可以啦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赶快接紧的 接紧再讲 我们欠语的另外一个 等一下 我慢一点 我慢一点 我把空格呢 带你们看过去 否则你们每个人都要看解答呢 你们每个人都要多花一点时间 会比较浪费时间 来 二十九页摩擦力有风格 来 记摩擦力开始看 来 第一个风格 记得记摩擦力 数学是呢 记摩擦力会等于什么呢 你写水平推力 但是方向会相反 好不好 方向会相反 好 这边是不是记一个观念哦 摩擦力它本身就是来干嘛的 扯后腿 我告诉你 摩擦力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之下 都在扯后 也就是说呢 你受力向右 我就偏要把你向左拉 你想要往前走 我就偏要把你往后拉 这就是摩擦力的一个 天真反骨的一个 一个性质 可以吗 可是有没有什么情况之下 摩擦力不扯后 反而是在帮助我 你啊 什么时候 上车路 走路 走路就是啊 来这个地方观念讲一下 请问你走路的时候 有没有摩擦力作用 有 有 摩擦力方向向哪 过 前 前 你往哪边走 摩擦力方向向哪 可以吗 怎么想像 你自己走路的时候注意哦 我们这样踏步下去 然后是不是要起来 我起来的时候 我的脚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力量在蹬地板 对不对 所以地板 我向后蹬地板 地板会给我一个向前的什么 反作用力 然后这个反作力呢 其实就是一种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一种 激摩擦力 OK 这个方向向哪 向前 就会让我先进 OK 这个观念 郭卓老师应该有教过吧 认真一点的应该有教 好 那没有关系 没听过你就去再去 好 那他一说 这个摩擦力 到底是激摩擦还是动摩擦 激还是动摩擦 有人会觉得他 有人会觉得动摩擦 他会说 老师你在动吗 在动吗 怎么会是激摩擦呢 那我告诉你 如果 你如果说你的脚 你的脚跟脚底板 之间的摩擦力 要是动摩擦力的话 你要怎么走路你知道 动画 动画的 笑的那么大声 结果要记好 我牺牲设像 才不是为了你们 我为谁辛苦 为谁忙 是不是 搞清楚了 动摩擦 来这边 这边再把这个关键再强调一下 动摩擦要出现的关键在于 你的物体跟你的接触片之间 看好 要有相对滑动 才会有动摩擦 你不要笑 你要搞清楚 你即便 你去互相问 高二高三的 还是很多人可能不懂 你不要笑 你现在记得 以后不见得记得 ok 有相对滑动的 才叫动摩擦 可是我走路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啊 我只是脚底板压下去 再拿起来 压下去再拿起来 所以这个是基摩擦 好不好 这个观念呢 理清一下 ok 好摩擦力全数结束 好讲参观力 那不是空哥还没讲完 对不对 嗯 空哥麻烦 好 接下来动摩擦力 第一个可以动摩擦力 然后呢 乘以什么 乘以N啊 正向力啊 摩擦力单位是牛顿嘛 这个没什么好讲 力量当然是牛顿嘛 然后呢 后面呢 正向力N的单位呢 还是牛顿嘛 直接可以换 你不觉得很煩吗 好 然后到三十页 最大剑摩擦 启动瞬间的这个力呢 叫做什么 叫做FSX 废话 这个什么好讲的 然后处觉是呢 乘以什么 乘以N 然后不知道 乘以N 正向力的单位也是N 不觉得很废话吗 然后在下面快点 有个例子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沿水平方向来推地面的箱子 结果箱子不动 所以产生了什么呢 有推但是不动 什么力 有推但不动在哪里 近摩擦力 自己写FS 其实近摩擦力等于什么 等于F水 自己写F水 就是水平外力 好 当困力够大 翘产生移动 哪里 这里 要动了 这叫什么FS 自己写 好一旦动了 开始移动了 之后摩擦箱子 叫FK FK 好不好 自己写这样子 不够好看就好 可以吗 好 截图 看 Spring pose 彈往力 好不好 自己选啊 Spring pose 好 好 甲鱼上面也有啊 诶 我也拚错诶 好 来 彈往力又称什么呢 是弹性后 恢复力 保险恢复力 来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时候就拿出一个弹往来看一下了 虽然你们国中都学过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 彈往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东西 你用力大发它就会干嘛 变长 变长 再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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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只要在你的弹性限度之内 你的力量越大 伸长量 就会越 越多 越多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什么 谷克地区 有没有影响 有 来 赶快 简单的部分 我就简单带过 我会讲 你叫做小铃铃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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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我的弹簧呢 会有一个什么 恢复力 因为弹簧啊 请问你 它想不想被拉 它当然不想 因为我必须要跟你讲 物理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 如果你对物理有点感觉 你应该要想到一个东西 你不觉得这跟幻性有点类似吗 幻性是告诉我 物理想要维持本身的运动状态 那对这个调查而言 它想法被拉 当你被拉 当你被拉扯 那时候想要干嘛 你看我手一放 它就回来了 你看 我一拉 一放 它是不是就回来了 它想要回复原本的运动状态 所以这种恢复力的精神呢 其实跟我们的惯性 有一些意思不同之妙 所以你可以呢 稍微在概念上做一些想像 会比较好接受 好不好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怎么换力是多少的 能归不理就是说 相等的 但是彼此的方向会相反 对不对 好 那我说 我说 我谈王的圆场 圆场呢 假设在这 好不好 这是我原本的 位置 好 好 这个是我们的 圆场 我这颗球 这颗球 圆场的位置在那边 所以我现在是被拉场的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这样是圆场 这样子是圆场 这样子是圆场 这样子圆场的话 那是一段 叫做什么 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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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搞到我们知道呢 我们力量用的越大 我的圆场要就会越多 这个叫成什么笔 成正笔 对不对 ok 成正笔又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一些事情 把它写在下面 ok 上面我还有写 我們說我們的這個外力呢 會等於什麼呢 恢復力 然而呢 它會跟誰成正比 跟我們的DeltaFS成正比 這個DeltaFS呢 可能是生長量 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壓縮量 了解嗎 它不一定是生長 它也可以壓縮 好 那如果說要成正比 數學告訴我們 成正比中間要寫等號的話 我要補一個什麼東西給它 剛剛講過了 我一個什麼 係數碼 非常好 這個地方的係數 我們給它叫做 K 此時的係數叫做什麼 摩擦力叫摩擦係數 彈力就叫做 彈力係數 就這麼簡單 謝謝你 不客氣 很好 謝謝 彈力或者是彈性 你會把它叫彈力 彈性常數 OK 所以這是不是就是我們的 伏克定律的一個結果 那不是彈力的那個伏克喔 那不是彈力的那個伏克喔 OK 這是不是什麼伏克定律的結果 那當然啦 向量的好不好 不要忘記了 Data S也會是向量 好不好 OK 好這個概念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的彈力越大 伸長量就會越大 所以還記得 各界的時間 我們有講 台西人部中有個考究 這種考慮有沒有 說 欸我也被彈簧 當我施力十牛頓的時候 彈簧伸長兩公分 然後呢 請問你 我施力二十牛頓的時候 彈簧會伸長幾公分 二十公分 十牛頓伸長兩公分 二十牛頓就伸長 四公分啊 這個這個有沒有問題 如果在彈力係數之類的話 可以嗎 好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留一個結果 你要知道 我發現 我的恢復力 會跟我的生長量成正 所以他最想問的是什麼 當我的F1 對到的是Data S1的時候呢 如果我的力量變成F2的話 我對到的生長量 就會變成Data S1 這個獅子 有意向吧 國中頓應該常出這種題目吧 OK 我這個東西就寫在這邊喔 類似的考題會考 會用到喔 我直接跟你講 會用到 OK 一開始十牛頓 剩下兩公分 二十牛頓就要剩下幾公分 四公分啊 整比率就這樣子而已 這個沒有問題吧 基本數學能力 OK 好不好 好 這個是彈簧的部分 好 來到現在呢 來我先 講一下 有一個概念 繼續講完 齁 我們在學彈簧這件事情啊 因為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兵分在這邊對不對 教你們在這邊 然後呢 我把他搭到這邊之後 一放手他會幹嘛 回來 然後他會在幹嘛 在這裡 過來 他是不是會做一個 往返性的一個運動 對不對 對不對 齁 然後發現一件事情呢 這個是原廠 然後這個會叫做左端 然後這個會叫做左端 我們會說 右邊這裡要是右端 然後你有右端 就會有一個什麼 左端 右端這邊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左端 兩個呢 有時候考人會問你 會冷 氣氛下降 好 有時候考人會問你 請問你 如果這一個 叫做歐點 這個叫A 這個叫B 請問你 A點加速度比較大 還是速度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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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速度最大 誰的速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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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樣 我告訴你 就一堆東西會問你 你了解嗎 齁 那我們就針對一些 重點呢 來幫你做一些提示 來問你 我們針對三個東西來 我們討論 力量 加速度 分數 我們先針對這三個就好 正多的 我們高二再來 來請問你一件事情 來 因為反應的虛弦 我先把這個電台 擦掉了 比較好看 可以嗎 我問你一件事情 我在原廠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的台灣會是原廠 代表實施 有沒有受力 沒有 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的F會是多少 0 0 ok 好 F40 根據F的MA告訴我 既然不受力 加速當然也會是 0 謝謝 好 那我再到右端 我到右端的 齒齒 有沒有把我拉長了 有 有 拉長之後 請問你 根據虎弦定定告訴我 我們既然被拉長了 齒齒有沒有 受力 有 我從原廠一拉就收力 再拉 再拉 方右邊 是不是我拉的最長的時候 是不是 對 對啊 所以此時的 根據虎弦定定告訴我 此時的這個規復力應該最大還是最小 好 應該要最大 所以這個是什麼 Fmax 既然你的力最大 你的加速度最肯定也會最大 對 OK 好 到左端 一樣的 左端算是被壓縮 請問你被壓縮 一樣有沒有揮波力 有 還是有啊 那你這個地方被壓縮 從這個地方開始往左 就不斷被壓縮 壓好多 越多 最多 最多在這裡 所以此時的這個力量也會是什麼樣子 最大 對 力量最大加速度就怎麼樣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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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速度呢 速度呢 你自己看吧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你看喔 因為你在地板上才敢呈現 我們幫你講說上面 我這樣拉開 一拉開之後 此時瞬間九零 它有速度喔 沒有 那有速度嗎 可是你放開 速度是不是會開始變快 對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很明確的知道 我在關節的時候速度是多少 零 這個是零 所以這邊也會是 零 如果這邊是零 這邊是零 中間肯定就是 零 有點sense 好嗎 你看我們這邊零不是零是lens 它是兩輩子 這肯定是我 Max Sense Yeah 對不對 Yeah 記好 會考 Yeah 會考 好不好 好 會考 我告訴你 考驗就在這邊 會考 你說你的棒要在這裡 肺炎喔 我今天就要偷哪一個 不會我待會被燒掉 好 好不好 我就跟你講 你的類似的觀念會考 好 你把它取得好 OK 那這就是整個糖果的內容 好不好 好 接著呢 我們來趕快把題目呢 帶你做一下 來 心理翻到 後面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呃 來看一下 極權範例5 來快點 來極權範例5 這個摩擦裡 我待會兒看一點 然後待會兒看一點 來快點 來 來注意看 我們一起看喔 因為結尾數可以直接看它 肉圖很清楚 來注意看 它說有一個50公斤的這個箱子 假設就是這個啦 就這個箱子啦 然後來回它 好不好 我們用這個 這個 我們原本寫的這個 一個例子 50公斤 好 然後它說呢 以致地面的計摩擦修點三 列三圈起來 寫u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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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動摩擦修點二圈起來 寫u 好不好 我告訴你 我現在講的這些東西都是你考試檢諜的時候要做的動作 喔 然後把瞬間把你可以用的條件全部抓出來 好 接著它又說 如果小康用的力量是10流順的話 則 此時的摩擦力量是多少 欸 同學去看 他說我現在是10流順 10公斤長 對不起 我把它擦掉 欸 我說得10公斤 然後怎麼說收到摩擦力是多少 請問你是多少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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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他算出來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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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他此時,有沒有動? 沒有 沒有動,有受力 摩擦力是多少? 10 這樣會不會判斷? 會 OK,第一小題選擇 第二小題,自己看囉 如果這時候是15的話 是不是剛好克服最佳基摩擦力恰起動幾位 這時候摩擦力量是多少? 10 第二小題是15吧 可以嗎?聽懂嗎? OK,基摩擦是15,那我也給15 那不是這個嗎? 啟動瞬間啊 可以吧 這個沒有問題吧 沒有 可以吧 第三小題 那如果我現在是用30公斤的力量呢? 你是不是整個就超越了最大基摩擦了? 所以你之後的摩擦力應該會切換成什麼? 動摩擦 所以你要把動摩擦整出來 FK造酸 0.2乘以5 算算是多少? 10 10 可以嗎? 這就是一題摩擦力的寶 而且呢 你第一步 你第一步要是走錯的話 後面就會全錯 OK 小心 好,接下來再看到右邊這個ührt 306 Ignore 那其實拜託說什麼呢? 他說,有一個車子 然後呢,前面擺一根炭光 有一個力量沒拉他 然後這個車子幾公斤喔 B 沒講管他的設他指量是S 好不好 然後他說什麼呢 他說當彈簧伸長兩公分的時候呢 滑身加速度45 那當彈簧伸長兩公分的時候 滑身加速度45 滑身加速度45 來這個地方喔 如果你觀念不清楚 或者是說 你有念書 不是你沒有念空的人的話呢 你就會算半天 但是呢 也不知道在算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先做分析 請問你 我現在有一個想法 有 有沒有電力拉他 有 所以我有沒有五個電力要存在 有 有 所以我可以一個 F 有外力 外力會等於什麼 恢復力 A 拿米主來操啊 這題就不行 會嗎 好 家豪 醒醒啊 家豪 撐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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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臉 這一節更晚 馬上做十分 我不想當人 拜託你們加點油 撐點氣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現在你看 根據溫定 告訴我們什麼呢 剛剛一模一樣進過來 好 那你不要忘記 這個力量 這個力量 同時也是什麼 也是在拉到我們這台車前進的力量 是不是 因為這個F叫做什麼 這個F叫做外力 可是外力拉的時候 有沒有恢復力產生 恢復力在哪裡 我告訴你 這裡有沒有一個FV 來 力學分析這個地方很細了 很多人可能 也許會把答案寫得出來 可是你可能沒有看到這一層次喔 這裡有沒有恢復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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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恢復力量 所以 就物理一而言 真正在拉的這台車子的力量是這個 是這個 恢復力有兩個 是右邊這個在拉我們的車 那也就是這個黑量 來讓我這一台 具有實量的車子產生一個加速度 是不是這樣子 是 好那你現在發現這件事情 車子質量是多少 有沒有差 沒有 至少知道每件事 什麼事情呢 K什麼值 定 把個差叫定 質量什麼值 我們改正是定 你發現什麼事情 生長量跟加速度 乘 正正比 看得出來吧 準備變大 會不會也要變大 和成正比 好如果他成正比的話 我們就發現 datax要正比加速度 不就是這個嗎 好不好 正比技巧 這是國中用到爆的東西 所以會寫出一個怎麼樣的關係呢 當我的生長量是一號生長量的收納 我對到的加速度會是一號加速度 當我的生長量變成二號生長量的時候 我對到的加速度會是二號加速度 把你比例寫好 數字棒 這種關係是國中長血 好不好 沒看過忘記的人 趕快看一下 OK 所以現在怎麼帶來的很簡單 你看 我一開始生長量是兩公分 對到的加速度多少 告訴我 5 那我現在生長量變多少 是 變成是 請問你我後來的加速度要是多少 10 10 就這麼算 簡單了吧 夠簡單吧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OK 那這就是我們呢 這個要教的 你整理一下 然後我去拿那個 考卷很搭 有兩張考卷我幫你對一下答案 所以不是有發兩張嗎 是 你可能還沒寫不過沒關係 來這裡 那個 阿咪 好了